將簽署FTA對臺灣的衝擊不小 而行政院長江宜化 還有經濟部長杜子君 今天上午接見國內六大工商團體的代表 面對工商代表的憂心 杜子君今天坦言 政府最擔心的不是統計數字 而是現在社會上弥漫一股 認為影響不大 不用怕的氛圍 就像是義和團的心態一樣 而行政院長江宜化則說 反對黨只想把你給拖垮再說 明明在溫水煮青蛙 卻還不自覺 中韓FTA最快明年中就會簽署生效 令臺灣各產業都感到憂心 上午行政院長江宜化 經濟部長杜子君 接見國內六大工商團體代表 杜子君表示 政府最擔心的不是數字 而是社會弥漫的氛圍 認為影響不大不用怕 就像是義和團心態 其實我們應該要料敵從寬 我們要想辦法 把這樣一個競爭劣勢要扭轉 如果我們只守住我們的根本 我們沒有辦法在國際上 跟別人取得共同的競爭 會使得我們有這個 事倍公辦的效果 行政院長江宜化也說 政府的憂心忡忡 不輸給產業的憂心如焚 中韓FTA對臺灣是新台幣 數千億元的影響 但反對黨只想把你拖垮再說 面對可能帶來衝擊 工總理事長許勝雄則表示 中韓FTA就像是深水炸彈一樣 會產生很深遠的影響 對臺灣未來競爭力 也產生很大不利的因素 同樣也出席的金融 總會理事長李樹德也認為 當南韓搶先一部 簽訂自由貿易協定 不但會影響國家的戰略 也會連帶影響產業的戰術 當臺灣在國際上落後 排擠在全球之外 就不只是千億產值問題而已 記者物瑤宇林國皇特會報導